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第一 激发性主动转运 既然是主动转运 也就具备主动转运的两个特点 那么一 是转运物质的方向 是立体度的方向 第二 既然是立体度的方向转运的话 就需要消耗能量 因此 激发性主动转运 也是立体度 并且需要消耗能量的 所以它是主动转运 但为什么说是激发性的呢 因为我们知道 纳甲棒这样的主动转运 它的能量的来源来自于ATP的分解 那么激发性的主动转运的能量来自于什么呢 来自于由纳甲棒所提供的纳梯度这样的四能的示范 因此 激发性主动转运 显然它也是一个偶连的转运系统 就是carport transport 那么就是说 这种主动转运是与纳甲棒所提供的纳离子浓度梯度 纳顺梯度扩散所示范的能量 与这样一个主动转运相偶连 因此 它是一个偶连的转运过程 那么 在激发性主动转运的时候 物质运动是一种上坡的运动 是这逆梯度的方向 那么 它的能量来自于纳离子浓度的一种顺梯度的扩散所提供的 也就是一种下坡的 纳离子浓度下坡的这样一个能量提供的 那么 我们上一堂课已经谈到了 这个纳的梯度电力是靠纳甲棒消耗ATP所产生的这样一个纳梯度来维持的 因此 激发性主动转运也需要纳甲棒的不停的运转 才能够维持着这个激发性主动转运的能量的来源 那么 下面这一幅主图就是一个激发性主动转运的一个势力 那么 我们知道 这个纳离子梯度 纳浓度它是细胞外高于细胞内 存在一个跨膜的一个浓度梯度 而这个梯度是由纳甲ATP酶 纳甲棒来造成的 这一个势能 那么 当这个纳离子顺着梯度从细胞外流向细胞内的时候 这个势能够被用于转运葡萄糖 那么 从葡萄糖的角度来看 葡萄糖的浓度呢 本身细胞内的浓度就高于细胞外 那么 如果细胞外的葡萄糖进入细胞内的话 它是什么 立体度的 是一个up hair 立体度的 因此 这个葡萄糖立体度转运的能量 来自于纳离子顺梯度的扩散 纳离子从细胞外顺梯度扩散到包浆内的时候 这个能量被葡萄糖所利用 葡萄糖利用这个能量 也是立体度的从细胞外被转运到细胞内 因此呢 这个 这是个偶运过程 那葡萄糖的转运与纳离子顺梯度的扩散 相偶运 那么 这样的激发性的主动转运呢 那么它的转运的种类 所以物质种类有弱肝 那么这种物质种类刚才我们谈到的 葡萄糖的转运是从细胞外向细胞内 而这个转运体呢 同时的纳离子也是从细胞外向细胞内 这两种物质转运的方向是同向的 因此称为co-transport 是一种共转运的 co-transport 同向转运的 semport 都是从细胞外进入细胞内 进入细胞内 刚才我们讲的葡萄糖的运输 以这种方式 另外呢 还有一些转运的方式 是从 比如说 这个纳离子 从细胞外进入细胞内 那么与此同时呢 这个能量被用于 将某些物质从细胞内 运到细胞外去 比如说 钙离子 氢离子 等等这样一些离子 通常是用 利用这样一个 这样一个机制来转运的 那么这种转运呢 是一种 counter-transport antiport 是一个反向的 两个方向是相反的 所以呢 激发性主动转运 有若干类型 依据它们的转运体 转运体的工作方式 不同 有所谓同向和反向转运 我们刚才谈到的葡萄糖 是一种同向转运 葡萄糖和蜡离子 都是从细胞外 进入细胞内的 那么它的原理 我们刚才已经谈到过了 是利用蜡离子 顺梯度扩散 造成这样一个 四能的示范 所完成的 那我们这个地方呢 大家有印象 我们谈到葡萄糖的 转运的时候 到目前为止 至少谈到了两种方式 那么一种方式呢 是在易化扩散的时候 再提转运葡萄糖 那是葡萄糖顺梯度的 转运 那是一种易化扩散 是一种顺梯度的转运 另外呢 葡萄糖也存在这样一种 主动转运 这样一种激发性的主动转运 那么究竟 细胞是以哪一种方式 来进行葡萄糖的转运的呢 那么其实在小肠的 联膜扇皮细胞 和肾小管的 管周的扇皮细胞 葡萄糖在跨扇皮转运的时候 在跨扇皮转运呢 就需要这两个过程的衔解 这两种转运方式的一种衔解 比如说 这是一个肠腔 肠扇皮细胞 肠联膜扇皮细胞 这是腔面 Lumen 这是Border 这个外周面毛细血管 那么葡萄糖在肠道的吸收 就是跨扇皮的过程 从肠腔最后进入到血液循环 这完成了葡萄糖在肠道的跨扇皮吸收 那么这个过程是怎么样的呢 在腔面 在腔面 就是腔面这个扇皮 细胞的细胞膜 那么存在着共转运体系 这个共转运体系就是 对于葡萄糖而言 是激发性的主动转运 激发性的主动转运 因为葡萄糖要逆梯度的进入细胞内 是一种激发性的主动转运 它的能量来自于细胞内外的 腊离子的浓度差 腊顺梯度进入细胞内 那么使葡萄糖也进入细胞内 那么这个腊浓度梯度 是如何建立的呢 我们也知道 是细胞膜 上面大量存在的 细胞膜像比如说这里 大量存在的腊甲瓣 腊甲瓣的工作 使细胞内的腊浓度 远远的低于细胞外 这是这样一个浓度差的建立 那么在这个细胞的 上皮细胞的外周 基底侧 这一侧的细胞膜上 那么转运葡萄糖的方式 则是以载体介导的 逆化扩散的方式 载体介导的逆化扩散方式 那么葡萄糖是顺梯度 顺梯度从细胞进入组织液 细胞进入血液循环 完成了葡萄糖化扇皮的吸收 在肠道 在肾小管 都是类似的原理 那么利用这个原理呢 比如说在临床 当某些患者 比如说小孩 小孩腹泻的时候 儿童腹泻的时候 那么要给患者补充葡萄糖 补充葡萄糖的时候 我们有时候就是口服嘛 口服给患者补充葡萄糖 那么为了提高这个葡萄糖的吸收的效率 我们给患者口服的不是纯净的葡萄糖液体 而是糖盐水 就是里面含有绿发辣的 还有绿发辣的和葡萄糖的混合溶液 就是糖盐水 那么这样的做法的好处是什么呢 就是提高细胞内外的腊浓度差 利用这样一个腊浓度 提高这个腊浓度差 更有利于促进葡萄糖的吸收 提高葡萄糖的吸收效率 这就是对这个原理的一个临床应用 那么前面呢 跨膜的物质转运 我们讲到单纯扩散 易发扩散和主动转运 三种形式 那么这样三种形式呢 那么物质转运都是以单个的分子 或者单个的离子的形式来转运的 那么在许多的情况下 细胞胞胞的 跨膜的物质转运 还可以以一种集团的方式 就是不是以这个单个的分子和离子 而是以这一团块 一团 比如说这一团块 团块里面有各种不同的分子和离子 甚至包括有液体 那个容器 那是叫做团块物质的转运 叫Bucker transport 团块物质的转运 那么从细胞外 一大块进入细胞内 我们叫做入包作用 endocytosis 而细胞内的团块物质 转运到细胞外 这叫做出包作用 在exocytosis 那么这种团块物质的转运 就是许多大的分子 许多大的分子的 在一起的集团的 集合的这样一种运动 不能够 就是说 就是说 这些大分子物质在一块 不能够被单过的载体所转运 不能被单过的载体所转运 不是以单过的分子和离子的形式来完成的 那么 粗暴作用 我们先看看粗暴作用 粗暴作用就是 就是细胞内的一些大的颗粒 particles 可以是固体的 也可以是液体的 细胞内的这大颗粒物质 那么从inside到outside 就是从内运到外面的这样一个过程 而这个过程是通过一些高度特化的细胞膜的功能来实现的 这高度特化的细胞膜的功能才能够实现 是一个非常复杂的过程 多建于 这个粗暴作用 多建于分泌细胞 线体细胞的分泌活动 包括内分泌外分泌 线体细胞的分泌活动 神经细胞的分泌活动 那比如说神经细胞 这个 释放这个神经地质的方式 是以粗暴作用的方式来进行的 另外呢 入包作用 endocytosis 入包作用则是粗暴作用的这个反过程了 细胞外的许多的大分子 或者是集团物质 或者particle 形成这个固体的particle 或者是液体成分 那么整个的进入细胞内的过程 从细胞外 进入到细胞内的过程 它是 从这个表现来看 正好是有粗暴作用的 是相反的 另外呢 还有一些特殊的分子 还有一些特殊的分子 能够被涉入到 摄取到细胞 摄取到细胞 也是需要这个蛋白质 这个分子和细胞膜上面的一些蛋白质受体发生相互作用 一些分子和受体 蛋白发生banding 发生相互作用以后 那么刺激了细胞膜的这种运动 那么把这个细胞外的物质摄入到细胞内 比如说我们知道这个抗原 那些这个免疫细胞 素图状细胞 摄取抗原 把抗原物质摄取到细胞里面去的过程 就是所以这入胞 入胞作用 我们看看这个图所显示的这个粗暴作用 比如说在 我们知道细胞合成 合成某些蛋白质 分泌物在出面内脂网 在内脂网合成蛋白质以后 再转移到高尔基体 高尔基体 那么高尔基体以出芽的方式 形成一个一个的分泌的小泡 分泌的蓝泡 那么这就包装起来了 这是被分泌的物质 一些蛋白质 那么这是由膜的成分 把它包裹起来 形成分泌蓝泡 分泌小泡 当这个细胞 那么一旦结到一个分泌的出发信号的时候 那么这个蓝泡就会运动朝向细胞膜的方向运动 那么运动以后呢 移动到这个细胞膜的这个地方 膜的子质酸分子层发生改造 然后细胞膜的融合 首先这个分泌蓝泡的膜跟细胞膜 子质分子发生融合 融合 断开 再融合 就这样呢 就是这个蓝泡 就与这个蓝泡的膜 与这个细胞膜 褒酱膜融为一体 那么蓝泡内的内容物 侵蓝而出 就完成了这个粗胞的过程 那么这是我们所观察到的 大量的粗胞作用的这样一个过程 粗胞作用的现象 但是有许多的细节 其实还是不清楚的 这个里面的机制 非常的复杂 是吧 首先这个子质酸分子层 这个蓝泡的运动 蓝泡的运动是怎么出发的 当然我们说到细胞内的钙浓度 褒酱钙浓度增加的时候 可能激活了微管的运动 牵引着蓝泡的移动 那么蓝泡移动的一定程度的时候又发生融合 融合 这个好理解 它可能会融合 但是这中间是什么力量 使得它断开的呢 断开以后怎么样 再融合 这有许多的细节 其实还不是很清楚的 目前只是我们看到这样的现象 其控制机制极为复杂 当然我们现在有一些药物 有一些工具药 能够通过抑制微管的运动 抑制细胞内的微管的运动 细胞内的骨架成分的改造 而抑制它的分泌活动 这是粗暴作用 那么入包作用呢 这是反的过程 当 比如说这是细胞外的物质 我们像蚕扇皮啊 吸收这个脂肪酸的时候 也有这种现象 那么它首先结出这个 结出这个外面的物质 的这个膜的部分 似乎是有一种 当然它是有生命的 是不是有感觉一样的 它就主动的凹陷 主动的凹陷 越陷越深 最后形成一个口袋 是吧 把这个物质包裹进来 然后这个膜 结出 融合 然后断开 再融合 就把整个包进来 形成一个吞噬的 入包的 吞噬的这样一个蓝炮 吞噬的这样一个蓝炮 这时候就叫做吞噬 吞噬泡 那么这种吞噬泡呢 如果是一般营养物质的社区 也就完成进入细胞内了 那么如果是白细胞 吞噬细菌 吞噬破碎的细胞碎片 和坏石组织的话 则可以跟融媒体来融合 跟融媒体来融合 最后把它水解 水解 当然细胞内部本身也有这种 现在最近这几年比较热的自私 这种自私的现象 吞噬进去以后 就是被吞噬或是细胞内的某些物质被包裹了 被包裹了然后靠融媒体跟融合去把它降解掉 那么这个入包作用的类型 根据入包作用的物质的性质 分为这样几种 一个叫做Phegocytosis 吞噬 Phegocytosis 就是说细胞的一个18 它的一个吞 那么这次指的是固体 细胞外的固体的颗粒 那么我们叫做吞噬 engulf particle 这是一个叫做吞噬 但是它要吞我们像人一样的 还要喝 是吧 所以是牛制 半牛制 叫做Phegocytosis 就是cellular drinking 吞饮 那么指的是一些液态的 液体状态的一些小壳地 那么这是这个 都是吞噬和吞饮 应该来说是unspecific 这是作为一般物质的这种转运 那么当然还有specific 前面是unspecific 非特异性的 那么至于还有一种 这种入包作用是特异性的 那就是我们刚才讲到的 一些特殊的分子 它要与特殊相应的 specific的 receptor结合 跟受体蛋白发生结合 那么这就是受体介导的 入包作用 受体介导的入包作用 就是细胞外的分子 结合到细胞膜上 特异的受体蛋白 那么然后再使得这个细胞膜的 傲险 我们在免疫学 课程里面我们学习到 比如说白细胞的表面 有些抗体 分布有些抗体 那么这些抗体呢 其实就是细胞膜上的 感受抗原分子的一种受体 一种感受专制 当这个抗原 与包将膜上面的抗体 发生结合以后 我们会看到什么现象呢 我们会看到 那些抗体啊 就是那些在细胞膜表面 会产生这个移动 本来均匀分布在细胞膜 膜表面的 那么它移动 集中到一个方向 像地球的南极 北极一样的 集中到一端 叫做带帽现象 集中到一端以后 在那个部位 凹陷 凹陷 完成入包作用 那么这种 这种细胞膜上面的 那个受体 或者蛋白质 与这个特异性的配体 或者是与这个 抗原物质结合以后 这种移动 带帽的这种现象 那不仅仅是 看原看体的反应 也有这个 一些药物作用 一些药物的作用 也是这样一种方式 一些急速和受体的作用 也是这种方式 甚至包括 甚至包括什么 味觉 我们蛇 人的蛇 蛇上面的味蕾 感觉到那些 化学分子的时候 也是以这种 板块运动的现象 跟那个分子结合以后 它移动了 一个板块 好像一个板块的飘移一样的 然后来进入细胞内 因此 入包作用的类型 有吞丝 吞饮和受体介导的入包作用 这样一些形式 看类似这样一个情况 比如说这是一个肝脏的细胞 我们知道肝脏细胞能够对血清的子质代谢水平是有很重要的影响的 比如说这个低密度子蛋白 低密度子蛋白的颗粒 形成 有蛋白 有胆固醇 低密度子蛋白颗粒 那么进入肝脏 与肝细胞发生结束的时候 那么首先 它是与这个细胞表面的特异的受体 banding 结合 那么结合以后 结合部位产生凹陷 产生凹陷 那么最后 入包作用的方式 进入这个细胞内 进入细胞内 那么这是团块物质的转运的方式 那么显然 它的真实的机制 非常复杂 那我们现在了解的还不够透彻 还不够透彻 它的许多的机制 我们还不清楚 只是一个观察的一个现象 那么这种团块物质转运的意义 团块物质转运的意义是什么呢 那么对于物质转运来说 它是一个很重要的一点 就是说 当分质量比较大 颗粒比较大 数目比较多的时候 以这种方式 效率更高 转运物质的效率更高一些 第二个意义呢 就是由于细胞不断的这种入包作用和粗包作用 使得细胞膜的成分 包加膜的成分 与细胞内的细胞器 那些膜性结构的细胞器之间 经常地进行着这种成分的交换和更新 经常进行着成分的交换和更新 有什么意义呢 实现 实现细胞对某些信号功能的 信号的感受 敏感度的这种调制 灵敏度的调制 比如说我们可以 可以经常看到一个现象 但某个细胞 你要给它一个急速 或者给它药物 那么长期作用的话 持续作用下去的话 我们会发现 这个药物的效果会逐渐的降低 它的效果会逐渐的降低 也就意味着 这种细胞对这种药物的敏感性 逐渐的降低 这种药物的持续作用下 敏感性持续的降低 我们有一个专业的名词 叫做脱敏感化 去敏感化 叫desensitization desensitization 那么这种去敏感化的机制是如何呢 那就是说 大量的 就是说细胞膜上的受体 被移进到细胞里面去了 减少了细胞膜上受体的数目 减少细胞膜上受体的数目 使它敏感性降低了 敏感性降低 这就是叫做脱敏感性 desensitization 它的这样一个原理 那么当然这对于机体来说 它是一种适应一种保护的机制 一种适应一种保护机制 因为那个信号太强了 如果保持这样一个敏感性和反应强度的话 可能对细胞是一种伤害 同样 反过来 如果当细胞外的某种极数物质的浓度 持续的很低的话 那么这作为细胞来说 它是一种非常重要的生理需求自己 一种生理信号 那么细胞就要想法设法的提高它的敏感性 那就是把受体在细胞内合成的受体 要不断的什么 装配到细胞膜的表面 以提高它的敏感性 那以提高它的敏感性 还有呢就是很多 比如说谈皮质极数也好 还有这个抗力量极数也好 能够影响水的流动 影响水的通透性 很多器官的毛细血液的水通透性 那么就是通过改变水通道的这个装配 改变水通道的数量 就是少了把里面的水通道合成 把它装上去 多了把膜上的蛋白质受体通道 把它什么 吞进来 这就使得细胞膜上面的通道也好 受体也好 与细胞器里面的 包夹里面细胞器的这些受体 或者是受体 或者是通道 之间进行一种交换 有个英文词叫做 trafficing 就是穿梭运动 这样的穿梭运动 所以我们在做研究的时候 往往 往往做一个研究 某一个通道 某一个受体 某一个摩受体 某一个通道的表达的情况怎么样 我们从基因 基因的转路 水平 从蛋白质的合成水平 Western 这样做 是可以的 但是如果高水平的研究 你还要考虑到这个通道 这个受体 在整个细胞的分布 它的运动 动态的运动 它是在细胞膜上 还是在细胞肩安里面 甚至有些在细胞核里面 要动态地观察它的运动 所以要采用这样一些方法 也就是考虑这个问题 另外我们在临床 使用某些药物的时候 使用某些药物的时候 我们就能够解释到 长期使用某种药物的时候 药效可能会降低 同样的 比如说有些药物 糖皮脂激素 我们长期应用的话 因为它的摩受体 数量会少一些 或者受体的数量 敏感性会降低一些 那么我们如果突然 把这个药给停下来的话 就会出现什么 这个功能 一下就是说 不能够维持生理的需求 所以有时候那些药要逐渐的减量 包括戒毒 包括戒毒 现在这个戒毒的机构 需要在医生 医务人员的指导下 那么才能够完成戒毒 要不要那我就用强行的方法扒蛮了 那就把这个人 发作的时候也没管 把他捆在那个地方 反正不给他 不给他毒品就行了 这显然就是说 考虑到这样一些因素 考虑到这个受体的敏感性的调制 数目的调制 是通过这样的入包作用 出包作用的方式来进行的 就是我们要给他一个自我的一个适应 自我的适应调整的 这样一个过程 另外来在做 我们在做实验室研究的时候 比如说我们做一个动物的标本 一个组织器官标本 在做一个细胞培养的实验的时候 比如说我先后给不同的药 去刺激它 看它的反应 那我们就要注意到 这个药物之间的 先后的这个之间的 可能所造成的干预 就是通过这样的受体的变速调节 可能会影响到 对那个效果产生影响 所以我们在设计的时候 就要注意这个药物作用的顺序 这个ABC这样一个顺序 做个演员观察以后 我们是不是要考虑CBA怎么样 这个顺序要重排一下 这样更客观一些 好 那么这个细胞的 这一章的第一个部分 就是物质转运 跨模的物质转运 我们就谈到了 一发扩散 单纯扩散 一发扩散 主动转运 包括一个计划性主动转运 和团块物质的运动 有入包作用和粗暴作用 那么这是物质的 跨模的运动 那么物质跨模运动 有些机制 就是很多机制 它是一个物质的运动 代谢所需要 另外呢 这种物质运动 其实也为细胞感受周边环境的变化 并且引起相应的反应 提供一个物质基础 那么细胞感受周边环境的变化 并且做出相应的反应 一将细胞外的信号 刺激 我们说叫什么叫刺激呢 就是环境的变化叫刺激 是吧 环境的改变叫刺激 把这细胞外的刺激 这个信号转变到细胞内的反应 这就是我们在这一章的第二个部分 transmembrane signal transduction 跨模的信号转导 信号转导是transduction 这个转导是什么意思呢 我们一般 比如说我们这个人说话 插成了这个声波 然后传递到 在这个环境里面的 每一个人的耳膜 那么这个声波 在这个房间里面的传播 它的物理形式不变 在同一个介质中间 物理形式不变 而是空间距离的移动 我们通常用这样的什么 传递 信号的传递 信号的传导 应该说在同一种介质 信号的物理形式不变 我们一般叫做传导 传导 那么这个转导 就是说 它的信号的物理形式 发生了改变 信号的物理形式发生了改变 叫转导 它之所以用转导这个词 就是这个意思 信号的物理形式 比如说 在细胞外面 是一个机械的刺激 是一个机械刺激 那么机械刺激以后 引起了细胞的什么反应的刺激 信号传递到细胞内的时候 是什么呢 变成了一种电信号 这就是信号的形式发生的变化 是吧 发生了改变 这就是转导 那么信号从细胞膜外面 传递到细胞膜内侧的时候 信号的物理形式发生的改变 究竟是一些什么样的机制 来导致改变的呢 最近十几年到 最近二十年左右 最近十几年来 在全世界的生命科学领域 跨模的信号转导 说现在信号转导 是一个非常热的词 这个非常热的词 热点 每年的生命科学领域 医学领域所发表的论文 关于信号传递 信号转导的 可以说是汗流冲动 非常多的文章 很多的文章 那么许多学者 不管他原来是干什么背景工作的 就是不管他原来做哪个领域研究的 那么这些年 很多人都说我在搞信号转导 好像这是一种非常时尚的 一个很时尚的标签 我在搞信号转导 但是呈现在我们眼前的这些论文 这些报告给人们一个非常繁杂 涌杂的这样一个印象 很乱 很多 这个信号分子与严正有关 与严正有关是什么什么信号分子 比如说NF-Cover-B TGF-Beta 然后呢 纤维法与TGF-Beta也有关系 然后肿瘤的转移 也与TGF-Beta有关系 等等等等 当然还有一些互相相互矛盾的 这样一个情景 究竟怎么样 那么当然我们这个教科书上呢 就是把主要的这样一些信号传递的途径 在Pathway做了一些归纳 但是实际情况呢 当然不会远远不持这样一个 这么简单 但是做一个对于我们理解 对于我们理解 对于整个问题的理解 给出一个有一定高度的 就是Highlight 一个有一定高度的这样一个视觉 它是可以的 就是我们有一个Betwell 好像一个鸟儿飞在天空上去 在浮航大地 看清这个人间成果 这样一个图形 对我们理解整个图 有一点好处 那么所以中间起来 有这样一些主要的Pathway 通道 比如说受体门控的离子通道 这个把信号 把化学的 把电的 把机械的等等 各种信号转变为什么 既然是离子通道 离子流动产生电流 产生电信号 那是矿模的转移 那么还有呢 很多的药物 神经地质 急速等等一些 许多的化学信号 能够通过一些特殊的传导途径 进入细胞内 引起细胞内所谓的 第二性时的改变 第二性时的改变 然后导致细胞内的磷酸化 活动 蛋白质的磷酸化修饰 那么改变细胞的功能 改变细胞的功能 那么这一条图形 比如说比较经典的受体 基蛋白效应器酶系统 那么一大类的受体 急速地质的受体 一大类的受体 它们都能够与一种叫做 GTP结合蛋白的这样一个蛋白质 发生一个上下肌的 上下肌的一个联系 上下肌的一个联系 一个偶联的 所以叫做 基蛋白偶联受体 因为它跟基蛋白偶联受体 所以这种这类受体 叫做基蛋白偶联受体 我们在细胞生物学 在生物化学里面 可能有个印象 所有的基蛋白偶联受体 有一个结构上的 共同的特征 就是有七次跨膜区域 当那个蛋白质 我们在分析它的结构的时候 它有七段 线性结构上面 有七段输水区域 说明有七次重复跨膜 是吧 那么好像有七次跨膜区域的 这种蛋白质 一般来说 是一种基蛋白偶联受体 像我的课题组 我的group 在做一个 叫做挖皮素受体亚行三 这样一个蛋白质 那么在研究这个蛋白质的时候 因为这个蛋白质 是在基因banker 在人类基因组计划完成以后 在基因banker上面搜索到的 我们并不知道它的天然配体 因此它可能是一个孤儿受体 那么既然是个孤儿受体 所以它的研究许多的信息 还是受到限制的 因为我们很难研究它的功能 很多功能都是通过 knockout或者沉没 knockout以后才反映出来的 直接证据很少 那么这个 这个第二性时所产生的 那么它的第二性时是什么呢 第二性时是什么 那么我们呢 目前知道主要的一些第二性时 比如说最早发现的效应器酶 比如说是腺干酸黄化酶 那么是最早发现的效应器酶 它产生的第二性时是CMP 这是在1975年最早被Sorzen所描述的 那么这获得了这个领域的 诺贝尔生理学医学奖 那么CMP CMP可以进一步的激活它下游的蛋白集酶 那么叫做PKA 随机的又发现CGMP 黄磷酸鸟肝 也是第二性时 那么如果效应器酶是零子酶C 那么它可以产生 IP3 三磷酸基醇和爱鲜肌甘油 也可以作为第二性时 比如说IP3 它是一种钙离子的载体 能够诱导包内的钙库的示范 那么钙离子示范出来 钙离子也可以充当第二性时 DG 爱鲜肌甘油 它是蛋白集酶C的激活物 会激活蛋白集酶C等等 那么我们如果要看一个蛋白 这个一个一个一个受体 它的可能的信号途径是什么 我们可以从这些主要的 第二性时中去检测它的 哪一种第二性时的水平 发生变化 然后再推测它可能是哪一条途径 当然我们还可以用下游的蛋白集酶的 像PKa PKC 这样的一些蛋白集酶叫做Kamodulin 就是钙条素 这些蛋白集酶的相应的inhibitor 相应的抑制剂 这种工具药来检测它的功能 看看能不能够阻断它的功能变化 那么这是我们做信号研究的一般的策略 一般的思路 那么这是这个这样一个系统 分布非常的广泛 还有呢 有些信号从细胞传进到细胞类的时候 并不需要基蛋白和效应器酶这样一个系统 而是受体直接与一个效应器酶或者极酶相联系 蛋白极酶嘛 因为所有的基蛋白偶连的系统都能产生第二性死 而所有的这个第二性死都通过 激活它相应的蛋白集酶 继而使底屋蛋白发生磷酸化 发挥作用的 那么底屋蛋白的磷酸化 第二性死所导致底屋蛋白磷酸化 都是发生在 蛋白质的思胺酸和 酥胺酸的 残疾上面 因为思胺酸和酥胺酸都是带有枪基的氨基酸 是吧 所以呢 这叫枪基磷酸化 发生的是枪基磷酸化 而另外有些 如果这个蛋白集酶本身是一种 和受体偶连是一种弱氨酸集酶 那么顾名思义 它的底屋蛋白是弱氨酸 在弱氨酸残疾上发生磷酸化 那么跟第二性死是不一样的 那么许多的生产因子 包括与肿瘤有关的生产因子 它的作用 都是与弱氨酸集酶相联系 那么 这样一个信号 是发生了一种减病 世界上的自然界的刺激的种类是 假设是N种 是N种 那么细胞产生的反应的类型 是M种 如果每一个具体的刺激 针对某个细胞的 一定的一个特殊反应 都有一个意义对应的 专门连线的话 理论上需要多少信号途径呢 需要多少呢 N乘M 那么自然界的刺激的种类 N的种类我们说 Infinite 很难 很清楚 很难 就是说有个数的 很难有定数的 所以理论上 这些passway 就可以有无限度 但是实际上 我们只有少数几条 我们说这个信号 发生了减病 给大家思考一个问题 那么信号发生减病 它提高了细胞的经济 这个工作的效率 它更加经济 这是它的意义 可以理解 但是信号减病以后 又如何保持细胞的反应 与刺激之间的特异性的关系 意义对应的关系 这又如何去保持它 请大家思考 现在休息 请大家看